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品牌三十年了 但我觉得三十年也不算一个短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然后我会很期待它是一个可以永续经营的一个品牌 我希望它是自信的 然后它是有品味的 我觉得这个品味它包含了你生活里面五个感官 你都会照顾到的 因为我想要展这三十套衣服 其实我们分三个阶段 就是说有经典 然后有当代 然后有结构 经典我觉得是 我们认为过去是一个你最珍贵的 你累积的 然后在当代是你现在看到的东西 然后你要怎么样再打破现有的再重新结构 那么我想还有影像在这个品牌里面 我想是品牌最鲜明的一个助线 我们从十月中就是十月十三号有这个动态的秀 结束了以后再隔天我们就会有一个静态的展 那其实在十年前刚开始跟国人生合作的时候 我们就讨论过一直想出一个香水 因为他一直觉得如果有一个味道能够代表这个品牌 是一个很在这个品牌里面很重要的 今年的三十年我们终于有属于了这个品牌三个味道 我们可以算说它是一个舞台吧 或是一个很扎实的一个舞台 那么这个舞台我们怎么样要能够怎么样传承 这是我们在这几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我们真的很希望就是跟我们有同样调性 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 然后勇于挑战的年轻人可以加入这个品牌 然后让这个品牌真的是可以永续的经营